大家好,我是宜唯昌 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是说 你如何创造内容 然后利用这些内容 帮助你的个人品牌成长 以我自己为例 我的专业是网络行销 所以我会常常记录一些 我在网络上面的 对网络的想法 可能是趋势啊 可能是现况啊 或者可能是历史啊 可能是对一些中小企业老板 或是部落格的一些建议 我都可以一一的把它写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所以一开始我的内容就是文字 就是写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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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也没什么图片 可能要配一张图片 那张图片可能没什么意义 除非数据图表 当你有了这些文字以后呢 你其实所有内容呢 它都会有不同形式的呈现 所以这些文字 你已经写出来了嘛 这些都是你的资产 都是你的数位资产 这些文字 当你越来越多的时候 每一篇文章都像一个种子一样 这个种子它可以去 它可能被大量传越 可能会流到很多人的眼睛 他们会看到 所以第一个机会就是 当你写出一篇好的文章的时候 它很可能会被大量散播 然后运气好的话 散播到一个贵人的眼中 那这个贵人就觉得 这个作者不错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合作 比如出书啊 可能刚好一个出版社的总编辑 看到这篇文章 然后他就追溯到你的部落格 发现哇 这个人蛮有料的 写出很多很多有料的好有趣的文章 我们就来谈谈看出书计划 所以 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这一篇文章 就可以让你变成一个出书作者 很多很多案例了 好 另外一个内容怎么重复利用 就是 当我有文字内容的时候 我除了放部落格 我是不是可以投稿 就是我可能 可能这篇文章是 关于亲子的 我可能就是去投亲子天下 这篇文章是关于商业管理的 我可能去投商中 他们不一定会采用 那没关系嘛 反正 采用就采用 没采用没差 第二个 我可不可以把它变成简报 这篇文章假设是非常长 里面有很多 有一个很清楚的架构 那我可以把它变成简报 把它变成简报干嘛 你就 第一 你可以放slideshare 对不对 有一个网站叫slideshare 你放slideshare 它是不是就多一个路口 多一个接触到潜在网友的路口 第二个是 当你把这些文字变成简报 有架构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去办个网剧 你就说我想要来分享一些 我在专业上学到的东西 开课 一开始不用开课啦 因为你可能一开始 还没有什么铁粉 你就实验性的说 我想要办个迷你的网剧 然后来分享一些 我可能过去几个月 学到的东西 再来 如果 因为现在影片形象很红嘛 对不对 如果你的文字 它是有一个非常视觉化 那你就可以拍影片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不是很好的影片 就是它的影片上面就只有字而已 但是它就是把字变成影片 对不对 所以有了影片以后呢 你就可以放在YouTube上面 放在Facebook上面 放在其他管道上面 因为你知道每个网友 有的人喜欢看字嘛 有的人喜欢看图片 有的人喜欢看影片嘛 对不对 但是它都是同样的内容 它都是你的内容 这些内容 你创造出来以后 它是可以用不同形式 去接触到不同族群的 但是不管它们用什么样的形式 去接触到你 它们还是会落回到你的网站 创造内容 绝对不是浪费时间 虽然这篇内容 你创造出来可能 啊 怎么都没有人看 没关系 你就再创造下一篇 你就再创造下一篇 然后 你就去尝试 可能这篇内容 不适合用文字去看 可能把它画成图 会比较有趣 或者拍成影片会比较有趣 所以你就尝试各种不同的做法 我真的要讲的是说 我们要自己 以自己的专业为中心 建立一个所谓的知识宇宙 那这个知识宇宙就是说 我现在有网路行销的专业 我把它变成文字 但是文字以后 我就把它变成简报 变成上课内容 变成订阅制内容 变成影片 变成图片 变成一些部分 或者是变成一本书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开始想说 我们如果今天要有一个个人品牌 创造一个个人事业 如何建构自己的知识宇宙 因为有了这个大的宇宙 人家才有可能掉进来 然后成为我们的铁粉 那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